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的穷运 晦气 全部的扫出门 把过去一年不好的全部扫掉 才能够迎接新的心情 新的一年 讲到这个大扫厨 其实老师就想到 之前长辈还在的时候 大扫厨这件事情是很讲规矩的 我就以我们家为例 到了大概除夕的下午我们就开始 每个人开始忙了 一定要买一支新的哨把 然后新的笨斗 那一般人认为扫地很简单 就从这个进门的地方 玄关扫到客厅 然后再从客厅房间 其实以老师从事面临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来讲 老师特别要跟大家讲 扫地其实也有规矩的 所以既然要开运的话 我们连扫地的开运我们都要做到 那老师建议大家在这一天 一样就是我们扫地 但是从哪里扫呢 我们先从房间 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把灰尘集中起来扫扫扫 倉库 书房 厨房 把灰尘全部扫出来之后 集中在客厅 然后再用笨斗把它给清扫干净 这只是扫扫扫 接下来我们长辈还有这样的规矩 接着我们开始要做什么 要熏香 因为真正的厨绘一定要水火济济 那熏香怎么熏呢 就传统的久住香就可以了 记住一定要久住香 把香点燃之后 从你们家进门大门的地方 然后顺时钟的沿着每个墙角 开始熏 开始熏 然后每熏一次的时候 嘴巴里面就念念有词 可以念什么呢 就是你想要求的 福 路 寿 喜 财 勤 就OK了 一直念念有词 但是这个熏香一样 每个角落 这个厨房 厕所 卫浴之间 房间 仓库 甚至于前后阳台 只要它的范围是在你的屋子的范围之内 我们都要熏一遍 最少一遍 最多三遍 那就看大家的时间 火箭化完了之后 这个时候就要用水了 这一天 长辈一定会要我们去摘 九片榕树叶 把这个榕树叶就泡在水里面 大概就用喷壶 差不多就是200cc 300cc的喷壶 把那个榕树叶的水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 一样跟熏香的当法一样 沿着那进门的墙角 开始喷喷喷喷喷喷 每个屋子的角落全部都喷OK了 好 这才达到所谓的水火进化 其实过年我们腰干净的话 并不是只有少一少也就罢了 水火的进化能够让我们的气场更加的清新 但是自从老师找到一个法宝之后 再也不要用那个水去找榕树叶很辛苦了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草本的橱汇凝露 里面有什么有五十水有艾草 比那个用榕树叶要来得更来得彻底 所以老师在除夕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草本 沿着墙角开始喷喷喷喷 这个喷了之后整个家的氛围它的香气就来了 还没有到达深圳的过年年的味道已经就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趁今天打扫环境的时候 清洁各种的器皿 拆洗被套窗帘甚至于墙角的蜘蛛王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都要把它给清洗干净 家里环境打扫干净以后 在围炉之前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洗洗澡浸身 因为要把今天扫除的晦气跟疲惫全部给洗掉 然后换上一套新衣或是新的内衣裤 这个就代表万象更新 总之就是从里到外都有一种新的气象 新的氛围 那穿着的颜色当然是红色的最好 因为衣服就很像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春帘 表示对春天有庆贺的味道 红色在五行当中它是火的含义 穿上红色的衣裤这个代表喜气护身 将红色的喜气气场给稳固在身上 同时就把外面而来不利气场的晦气 挡在身外 让你一整年都忘忘忘 过年期间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招财 所以老师在这里加码一个秘法 就是如果说大家能够多买几件红内裤 可以放在衣服的左边 这个叫做招财库 因为财气它是从左边进来 这个财库我们要放七天 养足财气的磁场 就正式启动了财运的能量 好 好